好了,下一套 你是狼還是狗還是豬 每一個晚上,在一個超市裏面都會發生的 戰爭 Bandai 真的是Bandai 他們是找Bandai,然後可能會死 打到要生要死 就不是Bandai 我們劇情尷尬,最簡單 男主要索騰養,窮,沒錢吃東西 那怎麼辦?買半價便當 誰知道勢到艱難,找食很難 買個飯盒車 又打又生,什麼事? 這個時候,原來發覺學校有一個很厲害的 寒兵魔女學者 做一個便當爭奪 不是便當爭奪 是半價便當 教她怎樣搶 怎樣搶,怎樣搶便當 就這樣剪開 爭奪都要跟規矩 不是,江湖的規矩 江湖的規矩 這裏是一套輕小小改編 典型的 基本上是一套很小的 買便當 買半價便當 發大去搞 不是,我以前中學那天 補完閘 晚上又會去Uni 看看有沒有這些東西 那你打不打贏 不用打的 你是豬嗎 不是啊 狗 狼 怎麼看都不知道 其實我做的事 其實我做的事是要做的事 師奶做的事 餓豬 生豬 你不是拿一盒找 你不應該找一盒 應該做一個中國版 叫排隊 試想一下當年世貿 一個保安員 握了什麼 整支上馬上的喪屍 那你又錯 中國應該沒有禮儀 中國都會摸一條褲蛤尿 這就是無關的規矩 有規矩 有規矩 有頭面要面目的 真是 有名號 他們好像欠卡達菲 那說嘛 欠變多有什麼規矩 阿伯 你們將半家 半家臣 那我叫阿伯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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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規矩是怎樣 半家臣 沒練完牌 不用走 什麼叫半家臣 每一晚上定時時間 有個 不同超市的團工 拿半家臣 沒有部分變多合成面 這個團工就會變半家 即是原價500日圓 可能變250日圓 那就便宜了半 我說YUNI以前 你買半家炸蝦 不是半家 不是差不多 4至20元 半家臣 那當這個半家臣 回到房間 吃花生看戲 總之跌不到他 就開始搶跌了 每個人只要搶一盒 不是 他是說不能搶多 我只要吃兩盒 一盒 不一定的 你可能有個肥仔 可能要吃五盒才行 一豬也很合規矩 他唱歌 他才吃小 家裡很多人 可能要吃一盒 或者你開安路院 應該一盒 他不合規矩 就是他半家臣 還沒走 他就已經賣去 唱完 他好像我這樣 他是逼迫別人 貼東西 貼貼紙 貼貼紙 類似這樣 當然 有些人不是為了吃的 有些人為了練習 比賽之前 要去衝 練習? 不是 他是為了吃的 不是 排球還是排球 他是排球 籃球隊 他們來比賽 所以他們會吃很多東西 所以他們都要來搶 他真的搶半家臣 搶不到怎麼辦 排隊買杯麵 不是 搶不到飯盒 當然就沒得吃 沒得吃 就找代替品 杯麵當然 但他杯麵那位 很搞笑 為什麼他買一個飯糰 撕開兩位吃 我覺得沒問題 為什麼杯麵要我吃一口 你吃一口 我給你 你吃一口 這叫愛情 你不明白嗎 為什麼你不吃半碗 你才給他半碗 為什麼要這樣吃 這是愛情 你一口一口多好 你不要這樣破壞人 接著被人踩踩踩踩踩 這套東西 不得不說 那些物體太棒了 腳太棒了 蛤 你不記得白髮魔女 你亂捉 我不是 但畫得太棒了 你不記得 特地拍了雙腳 絕對明白 說起這方面一定要說 他很喜歡拍胸 拍腳 他是這樣的 不知為什麼 完全不明白 你看到男主角 對上女角 單對單 或者其他 一趕著一會 鏡頭是不會拍著 跟她趕著那個女角的樣子的 是拍著那個女角的胸 現在很多動畫都是這樣的 這是合理的 男主角躺在一張桌 那事點是 他站在那裡 躺在那裡 坐在那裡 都是看著人的胸 而且他跟人交戰 一拳打過去 一拳 都是看著人的胸 亦都是不明白的 就是人家好像背面 一拳打過去 寫下來 他好像這樣害怕 不知做什麼 都搞到 不知道 這套東西 真是超搞鬼 那頭兩集 其實 無厘頭一點 總之他把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很誇張式地 他細管可以的 他屬於自己的世界觀 如果以爆慢的形容 就是嚴肅的搞笑 他有一個自己的世界觀 有江湖規矩 有人名號 什麼旁邊魔女 大野狼 魔術師 有江湖 自己的一個組合 但他那間的眼鏡 也會幫人改名 不知道 就這樣發展下去 應該可以發展一季 再長一點 應該做一季 但我不知道他的消息如何 他少要這麼長 可能他應該會 鬼哥不會悶的 我想也不明白 爭取個飯盒 爭取個半間 雖然不是說 誇張式 誇張式 放大這件事 因為你看MF族 他開頭就很棒 之後就不知 這件事 我N年前已經做 做了N年 現在沒有做 沒有空 但我完全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也不見有C.I跟我獎 你已經是C.I 怎麼搞錯 你已經整天生豬 怎麼搞錯 你其中一部分 所以你不覺得 你可以拿回MF 還去比 開頭那兩集 好像M正後群 好像很有精彩 但之後 幾抗 沒什麼做 我怕這些都是 可能每一集都是搶便當 每一集都不斷去搶 第三集都說到 有些設定帶了出來 他說有個不知什麼 他說有個便當裡面 會變多 月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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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月桂冠 那個月桂冠 好像是一個榮譽 絕對聖者 我覺得他的石冠 設得好 有個發展 你好像打摩托大小金 基本上很嚴重 但你整個飯盒都有大小金 你覺得幹嘛 搶到大金回來 男主角第一次去 神經病 有個發展 不會悶 要看他會不會有些角色 如果不是的話 他有角色 你看OP 最後那個位置 是一個男睡在 加上五個女兒睡在旁邊 那些不是劇情 那些救光 現在只是出了一個 所以你不用怕 他有12集 不是出了兩個 等一下 你說五個女兒 兩個女兒睡在一起 三個 什麼 那個有個 八盒 沒有出面的 但是很大空 算了 那個就不要理他 所以這套事 應該是循序漸進 每兩集 出了一個兩個 他不知道會不會 出更多角色 以及更多設定 譬如說 你第三集大島那個 就是拜託他的後供的爭奪 電磅的土地 不是 我想起針盤玩 不夠大 這個時候學念動力 超能力 學龜波氣功 學一些技術 學一些技術 或者什麼戰略 看看他可以把搶飯盒戰爭 很誇張到什麼程度 可能變成小宇宙 亂合國 可能變成小宇宙 會不會是 比如說有五個團體欠一個飯盒 或者說這裡學會地盤 可能其他地方的地盤 也有 一人吃一顆 那就不知道 這些 搶 結果不重要 變當不重要 日本人很窮 現在 但是 沒有人搶東西搶到這樣 我就不覺得 這些像 那些什麼 真是你被卡巴菲死 不是 如果你說搶 我補充 如果你說搶 暴亂的人做什麼 如果你說搶便當 就是半價便當 其實有作品有寫過 以前都有的 但沒有主題還是寫這些 可能其他部分都會講到 但不會變成戰鬥場面 這個就誇張了一點 但他分鏡動作做得OK 這個你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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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集都做得不錯 所以就要視乎 後面那些集數 會不會只能說 如果只能說搶便當 這單一回事 就怕有重複性 是 但可能看他的打法 每集都可以 後面有連動力 學威波氣功能 就是人家是搶過 G Gundam搶過第一 那他搶便當 沒什麼問題 所以 如果每集都欠個便當 好像很悶 你每天都要吃飯 不是 悶不悶 你吃飯不悶嗎 悶的 你吃不吃 不是 不是 所以剛才說怕他會犯MX族的錯誤 後面他就很公式 很悶 期望他之後 可能把他的世界觀發大些 弄到很多社團 可能要搶魚翅 那些 要拍什麼小月就 要突然來 他搶飯行 不知道 可能會被人上山收行 然後他搶銀行 這套也是另一種類的笑番 太好了 但是之後的劇情如何 好 好 但是之後的劇情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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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